DOTCUS 採取 DOTCUS 採取 DOTCUS 採取 當你遇到 遇到一個大禮物的時候 那我就要 用各種方式去拆解它 用你喜歡的方式去拆解 那如果說大魚是小魚的遊戲 他一定會有大魚 對不對 那大魚是有什麼動作 大魚是我們操縱的 所以要跟著方鼠跑 對不對 對不對,所以 然後他的嘴巴 就是要吃小魚的部分 可能是等一下要來做 做那個感測的控制的部分 然後還有你要用按鍵 去控制那個嘴巴要不要咬下去 那小魚他呢就是隨機可以移動啊,轉彎啊 然後他動彎大魚,吃當然他就要死掉啊 然後呢,一條魚一定不夠啊 海裡面一定滿滿都是其他的魚 好,所以類似這樣 我們就可以跟小朋友討論說 先讓他從大專案切成小專案 然後小專案裡面每一個東西去跟他討論 他應該會有哪些動作 會有哪些造型 或者會有哪些聲音,會有哪些勝利的條件 背景、計分要有哪些內容 要正肯分數、要扣文分數 所以這樣子拆解之後 他就會覺得沒那麼可怕 好,所以我們先做跟著滑鼠跑 好 那這時候呢,動作這邊 會有一個面向鼠標 面朝這個鼠標的方向 然後一次移動多少 好,這個可以跳快慢 各位就自己決定 好,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就讓 那一隻鯨魚 就讓他面向好幾次以後三點 好,那 我放進 拉 拉魚對不對,沒關係 我這時候再拉 也可以 好,所以你的這個造型先做後做都沒關係 因為可以複製 好 好 拉到這裡 好 看一下它油 好 撐住 好 所以 所以你現在呢 當你看綠 它就會這樣子 這個比較像 比較像我們控制水里生物 因為水里生物不會 彼直的朝前進 它不會鋁直的一條線上油 它會一直讓轉彎的油 好,現在問題來了 各位怎麼樣先把這個做好 好 目前會發現一個問題哦 有沒有發現它中風 當它到達這個位置的時候 它就中風了 你這時候就跟同學討論 好啦,為什麼會中風 好,那就跟同學討論 討論完之後 他可能就會說 啊,老師我知道了 因為它這裡啊 它面向鼠標的方向 移動三點 所以我如果已經到達 鼠標的方向之後 它還是移動三點 然後下次回來的時候 欸 又要面向鼠標的方向 所以它又倒了過來 又移動三點 然後再下一次 又移動三點 它又過了 又回來 所以就會臭一臭一臭 重點就是說 我們希望它在 距離很遠的時候 距離只要超過移動的 的步數哦 就是某個距離之外 它就移動 但是如果在 跟鼠標的位置很近 就不要動 那所以我會用到一個判斷 好,判斷 好,那 我就找那個 跟滑鼠的距離 因為它是 它是朝著滑鼠移動 好,所以我去偵測滑鼠 我要去偵測滑鼠的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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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間距呢 如果大於某個 某個數字 我就讓它移動 如果大於某個數字 那這數字通常會要大於 它一次移動的步數 所以你也可以鼓啊 可以死啊 都可以 好,所以如果它大於十步 我才做移動 那這移動就會 跑到這裡來 好,那所以如果沒有大於十呢 它就不會動 因為沒有指令給它動 好,那所以這時候 你再試一下 誒 不會中風呢 攻擊 解決問題 好 這樣就解決問題對不對 好,小魚 要在水裡面流動 那移動的方式非常多種 有像那個 那個幽靈這樣飄過來 飄過去的 也有像這樣跳來跳去的 對不對 也有像那個 那個掃地機器人這樣 一大螞蟻放到牆壁又反彈 各種移動 各種自由移動的方式 請你設計一個 先抓一隻小魚 先抓一隻小魚 然後請你設計一個適合小魚 移動的方式 當然你也可以 如果你這個科要上很長 你可以叫它找出 十種不同的移動方式 那這十種不同的移動方式 以後就是它的模式 我如果要做那個 射擊遊戲 那我的飛機 就要用另外一種移動方式 它就知道它有哪些模式可以用 所以 這也是可以發揮的地方 好 那所以我這邊 我的做法是 比如說 我就直接讓它移動 然後每次移動的時候 我就讓它轉變角度 那轉變角度 因為它有可能 右邊轉有可能 往左邊轉 那所以我用亂數 這個角度我就把它用亂數 然後 你要它右邊左轉 就會用負的 又可以右轉 就會用正的 那這樣子讓它去移動 那如果覺得不是 就是 轉的不對 你就再 再去做調整 這個會卡關對不對 會卡到牆壁對不對 那卡到牆壁 你要加一個 碰到 邊緣就會反彈 放在裡面 碰到邊緣就會反彈 所以這樣子就比較 有點像 魚的移動方式 所以 像魚的方式 你就大概 就不會用這種 滑行的 這個是做那個 飛機射擊遊戲 或做那個 幽靈移動 才會是用滑行的這種 好 那 當然 小魚那麼大 殺魚吃不到 就把它變小一點 好 那所以 我要讓它的嘴巴 可以打開 可以咬起來的話 我就要去檢查 它有沒有這樣的造型 那 所以 魚的殺魚的造型 剛好有張開了 跟 閉起來了 然後有這個 隨歸斗魚的造型 這應該是被海星碰 然後被刺到 或怎麼樣 會用到 所以這個造型就留著 那如果說 你今天 你的角色沒有造型的話 你就要自己去畫 自己複製 然後 稍微做修改 好 那我先 通常我會叫 它每一種造型 我會希望學生把它改一下名字 好 這個 因為它的 現在可以改 這邊 好 它的名字在這邊 那有時候英文小片 比較不好認 對不對 所以你把它改成中文 好 這是閉嘴的造型 然後這個是開嘴的造型 然後這個是開嘴的造型 這樣等一下寫層次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寫錯 好 所以有一個閉嘴 一個開嘴 好 那我們回到這邊來 我現在希望說 如果按下滑鼠 嘴巴要咬下去 可能一點三點再張開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就要逆真側 按鈴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 滑鼠鍵 按下 好 好 那我就用 如果 如果滑鼠鍵被按下 那我就要先換成 先換那個外觀的造型 好 先換成 閉嘴的造型 閉嘴 好 那 閉嘴之後呢 我們等待個 0.3秒 然後再換成開嘴 一個外觀的造型 好 那當你在做這種 有通道造型的時候 你有切換造型的時候 你要注意 一開始的造型是什麼 好 就是初始值的設定 如果你沒有做那個設定的時候 如果這時候 我可能進行大禮案 然後我把整次關掉 對不對 關掉之後 因為你有按個滑鼠 所以變成閉嘴的造型 那等你下次這樣按開始的時候 它就是閉嘴的造型喔 它就不會張開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有換造型 你要記得 一開始就要把造型 換成正常的造型 好 一開始就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真正一直不斷的重複的發生 因為它隨時看有沒有按滑鼠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真正的暗影跟造型的切換 把它接起來 就是另外一條程式 那可以同時有兩條程式 因為Switch可以多過功 好 那現在呢 當你點下去之後 你看滑鼠 有沒有 嘴巴就會 好 就會這樣閉起來 好 那看一下偵測 好 偵測這裡面呢 你會發現喔 它可以偵測的東西 第一個碰到鼠標 嗯 這個遊戲應該不是這樣用 好 第二個碰到顏色 好 它如果碰到金 這個鯊魚的顏色 好 那是什麼顏色 碰到什麼顏色 那一定是 一個是小魚身上 一個是鯊魚身上 好 那有沒有可能這樣 也有可能 但是等一下你要挑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好 那除了那個碰到鼠標 它還可以碰到哪一個角色 有沒有 好 可以碰到哪一個角色 可是問題來了 我 小魚絕對不是碰到鼠標就死了 也不是碰到邊緣就死了 那難道是碰到鯊魚就死了 我應該點小魚身上 小魚會去偵測鯊魚 所以有時候這個名字 我也會叫它把它換成中文 它就比較明顯的字 好 小魚碰到鯊魚就死 有這種道理嗎 如果今天碰到鯊魚疤 也要死嗎 不會對不對 所以很明顯的 這個方式就不能用 好 那我們大概就只能用碰到顏色 好 那如果碰到顏色的話 你看它這個鯊魚 旁邊都黑色 然後身體都藍色 那我也不能用碰到藍色 因為藍色是身體的部分 也不能用碰到黑色 而且萬一 我的背景 所以我們順便把舞台帶進來 舞台在這邊抓 然後你從水中 我們抓一個背景進來 你要去看你的舞台 好 如果我們的舞台是這種 這樣的舞台 那如果我一定 逼不得已要選用 增測顏色的時候 那你只能增測到鯊魚的嘴巴 才有效 對不對 好 請增測到 你不能碰到這個也死 碰到這個也死 對不對 好 所以那我就要去 鯊魚的嘴巴 做一種 在這裡面畫面裡面 獨一無二的顏色 所以我這時候先來改一下造型 所以在鯊魚的造型裡面 它在閉嘴的時候 因為我希望閉嘴才算咬到 所以你要改 閉嘴的時候 它的 譬如說牙齒 把它改成紅色 那這個紅色 必須是裡面沒有的顏色 或者改成其他顏色 只要這裡面沒有的顏色 就可以了 好 那假設我把它改成那種鮮紅色 然後你就要用 油氣筒 把你的牙齒 把它都變紅 這樣子 偵測到的顏色 才是唯一的 只有碰到這種紅色 代表它是 剛好被鯊魚咬到這樣 好 那你就把這個顏色給弄上去 那為什麼要連外光都變紅 因為你的鯊魚 其實在這裡面看起來很小 所以如果你只有那個牙齒裡面變紅 搞不好偵測不到 你可以試試看 改成紅色之後 那我小魚就可以偵測那個紅色 對不對 那我小魚的程式 我就去偵測 如果 也是如果 如果碰到紅色 那這個紅色 就是點了它 要去選這個紅色 但是有時候要選不好選 先把魚放大 放大到你可以點到那個紅色的為止 然後回到這邊來點一下 去選那個紅色 這樣才點得準 好 點好之後呢 點好之後就把它收回去 好 那所以如果小魚放到紅色的時候 它就要死掉 那死掉就是在這裡 就是隱藏不見 因為它沒有死掉那個詞 所以就是隱藏 隱藏就代表死掉 那死掉之後呢 因為你目前只有一條 那死掉之後就 玩不玩了 沒得玩了 對不對 那遊戲多不好玩 所以你一定要在等幾秒鐘 讓它再出現另外一條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就讓它再生一下 好 控制 所以你要等待一段時間 然後讓它再顯示 顯示 那至於這個等待時間 遊戲固定的最不好玩 因為它都知道你什麼時候會出現 所以我們就用不固定的 用隨機 所以最快一秒 最慢可能五秒 那這個隨機呢 如果你是裡面有整數 它就會用整數去挑 如果裡面有一個小數 比如說1.1 那它結果我可能挑到3.8 4.9 它很聰明 所以你可以自己這樣處理 好 所以如果它看到紅色的時候 我就要消失 然後走在一段時間 再顯示 它表示它重測 你記得喔 那個 如果你一旦碰到隱藏跟顯示 你記得一開始要來個顯示 好 所以這個東西要不斷的偵測 一樣 好 那這是另外一條層次 好 所以小魚的移動 小魚的剪 剪裁有沒有被捲把它吃到 好 來試一下 你看 被刺到不見了 好 不見了 緊小鐘之後 你自己都在跑出來 有沒有 就跑出來 再刺 這時候很明顯 那個小魚跑得太痛了對不對 好 那你就可以去調 好 因為它是一次移動十點 所以它跑得比較快 所以它跑得比較快 你可以讓小魚游慢一點 好 那鯊魚通常要游快一點 因為鯊魚 是你的主角 那我就鯊魚游快一點 譬如說六啊七之類的 好 至少不能游出它 這樣才會追不到 好 我把這隻小魚按右鍵 複製 按右鍵複製 就可以複製個四五隻 然後其中這隻小魚呢 你可以做一點小修改 比如說 它再生的時候 好 假設它再生的時候 我就讓它外觀 顏色做改變 好 那所以如果是這一隻被吃掉 它就下一次出來的時候 那個顏色就不一樣 好 如果這一隻被吃掉 它的 它可能就大小 做改變 它的大尺寸 現在是百分之四十 所以這裡也可以用萬數 可以萬數 比如說二十到五十 好 用萬數 那所以如果是那一隻被吃到的話 下一次出來的 那一隻就會大大小小不一樣 好 那剛剛都一模一樣的程式裡面 它其實就是一個模組的概念 好 模組的概念 然後 你在 每一個模組之後 在分出來之後 特別的話 可以可能 可以幫我們參數改掉 或什麼改掉 那就會變成不一樣的東西 好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大家就是 在知道部分 我們會建一個變數 就是分數 然後 一開始呢 會預設為你 那我們通常會把這些 統計的部分 會放在背景裡面 因為它 不是在 應該不屬於角色上的工作 所以我們會放在背景裡面 就是條件的部分 其實我應該會放在背景裡面 然後 就會有一些過關的條件去計算 好 所以你就 在 在舞台這邊 就把分數 一開始設為0 初始值的設定 然後在小魚這邊呢 被吃到的地方 你就要分數要加1 分數改變1 就大概類似這樣 然後 就要分數改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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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就要分數改變1